大家好 今天十四号 愿无意外 有意外可能压后一个礼拜 那又是讲述时间了 上次讲到三十六计的第一计 门天过海 还记得吗 今天讲三十六计里面最后的那一计叫做走 走为常计 都是很好说的 上次是短了一些 但是都很受欢迎的 这次都是随意 我不想 时间了 我怕太长气 很多时候都很自然 走为常计 你看我的heading 走为常计 走半身不是一个计 走就是走 只有结合一定的情况 走才是常计 我们不欠缺例子的 虽然我看了很多古的例子 是不是 都不引用了 因为不是个个都熟历史的 但是时次大家都熟的 最近的俄乌战争也是熟了 一般我们讲的历史上的著名的战役 例如国共内战 例如长征 共产党被人打到屋街走 他都是靠一缺而已 老毛当时走 撑不住就要走了 他是常计 当时是常计 当然了 我们都记得默克阿塞走 在菲律宾撤退的时候 就说了一句明言 I shall return 就走了 这句虽然是英文 但是就完全符合我们中国的三十六计里面 就是走为上计的前提竟然就是 I shall return 报底相见 当然不是讲一下 很多时候只能够讲一下而已 但是心态上 精神上 其实一定要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上计 否则你只是走而已 走就走 走可能是一个选择 是不是? 可能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计算 是不是? 没有人说那些走是不对的 甚至乎 许智峰那些 罗冠聪那些 很大程度就知道要杀到来了 杀到埋身了 所以不得不退却才说 这些情况之下的走呢 反为可以是三十六计里面的走为常计 因为你不走就是输的 那你一定要走 但是他们都不是想着逃命式的 而是去到海外 我再随逃后计 再卷土从来未可知 是不是? 有这样的心 做不做到将来的事 就不是一种逃跑了 我们当然知道 不是单单是逃跑 而是撤退 差很远的 气势不同 所以我们说走为素计 但是绝对不是说逃跑本身是一个常计 而是说一堆这样的事情 在战略上 当然了 就是说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暂时退却 以你更好的形势出现的时候 出现战略机 或者好的战机的时候 你才回头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台湾那些战备 他讲了很多的 其中他们演习里面 演习里面经常要强调一个重要的战略 就是迟迟都会做的 就是保存战历 保存战历 保存战历是不够人打的 保存战历的重要性大了 第一 你就算打输 求和也好 你不拖那么长时间 你没得扎紧的 就是说对方要是赢得你 不过他付出沉重代价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了数 是不是 一个两制 那你都叫他拿回一些东西嘛 所以不是说投降就是投降的 问题也都可能出现 我有战力 你不能一时取胜 那我拖得几拖 以拖代变 是过为时在战场 一个战争的情况 你能够拖到就没输的 所以拖到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 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战力都拖下去 死就死就死了 跟着没有了 输了 走啊 这些是赌徒的做法 所有军事的训练战略都要说 你是要撤退的 是要撤退的 这是一个好的名称 叫做战略撤退 如果我们这些勇武派离开了 他只是说我现在撤退而已 当然也可能是被人打到不走不行了 不过就是美其名称之为长征 我们是莫名其妙 但是这个名字你出去不讲 起得好啊 这些小企朗鬼才来的 是不是 毛主席 撤退就不能够说是失败的 是不是? 我们都同意 撤退就是撤退 跟失败是两回事 不够打了 怎么不骗过啊 死过啊 你看我战争的最后 其实沃南一直是有秩序的 撤退的 但是他不会就这样走的 比如部署已经有了电后 主要的战力 就是人啊 炮啊 武器啊 全部是有秩序的运走呢 这就为之撤退 而撤退只是进退的一个选择而已 而且撤退是为了反过来 撤退 这样就无所谓都狠了 也都不会影响视野 也都不会影响到崩溃 如果你看国共内战 国民党的失败之处就是 一输的时候 溃败嘛 那很短时间 一年半载之内 整个中国都基本上是输了 输到尾就走了去台湾了 那他走去台湾最后的一战呢 他是赢回的啊 古灵球啊 就是在金门 在金门的战营 赢回一仗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仗扭转了局面 到现在共产党都没有自己拿到台湾了 已经没有越来越难了 可能真的要 深刻要 要承认它独立了 如果要彻底解决 要不就彻底解决 要不就真的不惜一战呢 不是的 只是罗涵 劫束它 或者一国两制 骗它回来 那你已经是跟军事上当日撤退 但是撤退是有一条底线 就去到金门 这个位置就不退了 但当时当然蒋介石不是 后来李登辉啊 陈水扁是想着缩去台湾立国 他是想着 还没输的 想过很多次反攻 韩战又想回去打 又留下队军队在缅甸那里 这样又时时到海 襲击一下 曾经试过是空降部队想抢回一些位置 反攻大陆那样 都不成功了 所以结果就撤刷一下 撤刷一下就变成独立了 这个真是历史的一个愚用来啦 老毛因为打韩战而没有集中全力去收复台湾呢 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啦 这些是漏袋 再远的历史 再后的历史去评价了 讲过的历史 它出自南齐书 王敬则转 我都不准备回来 真是不好意思 照读给你听的 太人公三十六冊走为常计 就是说拜局一定无可挽回的时候 唯有退却才是常策 这个就是历史上最早记载 南齐书 晋朝的时候应该是 晋文弓 不是 这三国的时候也有一个晋文弓 乘朴之转 晋军一退九十里 但是最终呢 逐渐逐渐打回来 赢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诚意 退避三射 最方的冰封正是盛的时候退 那就符合走为常计 三十六计 而结果它都是赢的 这样 我们在看三国演义里面 也都看到太多 这些一见都不错 哇 退兵二十里这样 或者有时直接是 大家形势不好的 那就不是退 就是坚守不出 就不跟你在阵地拼过 守住就算了 那你不敢供我的债 我又不敢供你的债 很多这样的情况 所以战争就不一定是进 就为之对的 守甚至是退 退呢 经常都是对的 兵法里面都讲过啦 因为退呢 在抗日战争里面大家就知道 一开始是勁打一波的 因为松茴战争嘛 上海 北京 投入几十万军队 是最精銳的 蒋介石 输了啦 就是不够日本人打的 但是他都叫做拖延了三个月 打了三个月 然后整个抗日战争呢 基本上就是扯战扯退 而又进进退退 其中有些战役 长沙打了几次 应该说是成功的几场战役 它叫做天奴战法 其实就是有敌深入 开头接战的时候 回战的时候 几次都是 日本人我不够你打 吞吞吞吞吞 日本人以为行 长驱直入 势正盛 怎样都掉到你的圈套里面 被你包围住 这些都是生生的战力 所以退可能是有敌深入 然后围住它 然后殲滅它 折它后路 那么 欧洲的战场都有很多这些战力的 包括绕过马其诺防线 当然也有输了 一下子输了 当然其中一场战就叫做邓革克戈退了 三十万军队是退了去英国 如果当时输了 投降没有了几十万军队 后来反攻又困难了很多 或者已经连英国都要考虑投降了 因为法国打输了 很多法国军队 比利时军队 荷兰军队 当时的联军就在英伦海峡渡江 渡海用尽一切办法 有明英的 邓九克大撤退 这个大撤退是为将来成功铺路的 当然了 包括菲律宾 日本人在法庭太平洋战争 默克阿塞打到不够打 默克阿塞都要撤退 所以撤退不是一件 走不是一件不适合的事 純粹 这么多一个例子 这真是战争 加上讲一件事 走是要有计划走 撤退是要有计划撤退 才符合我们三十六局里面的走为上计 如果你是溺败式的退 或者你是心灰意冷 没办法 给你这个地方求和 那个退就不是了 就已经不是了 未来的时刻究竟台湾那里打成怎样呢 他有很多计划 其中我最欣赏他都是保存着一个 扯战扯退的能力 保存战力 他不会开始给你扔掉那些飞弹过去 可能他打几乎 你打了十枚过来 我打了三枚五枚过去 但是你选到最重要的才打 令到你没有一面倒 也都不会军心自己溃败 你强攻的时候就退退 但是你退的时候 我又搶回阵地 很战争就很明显了 乌克兰就是用这个方法 喂 俄罗斯不懂打仗 真是不懂的 因为你看他在历史里面打仗 都是死就死吧 糟了 用人命搭救 打柏林战役他都是死了几十万人的 一场战役 他是不惜公本的 总之他要第一时间打进去 所以就一定可以省很多 大家都不用死这么多人的 有技巧那些 但是现代战争就学了 军事学院理论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打仗永远就打到不同了 结果就是乱七八糟 结果就有很多偶然 但是这些法则 基本上大家都跟 就是说呢 当然拜局已定 无可挽救呢 就是内战后期 唯有退强 蒋介石退了去台湾 保存这个中华民国来说 算是上策 但是结果变了台湾独立呢 那就不知是上策还是下策了 这些又是难说了 好吧 我们讲一下我们的2019年的时代革命 之后就很多人走了 因为有国安法 结果也都 没有什么人说他走是不对的 如果他有压力的话 但是有些不是直接有压力 又走了 那些就经常被我骂了 因为我不走 不走一定会骂你走的 当然走的都可以骂你 不走的 共产党叫你留下那类的呢 其实不是这么多人说的 有一个契弟是经常这么说的 所以吵架原来我都没机会我敢这么说的 修理人都不敢这么说的 是那些契弟这么恨人的 明明我在冒着脸 袁巴也是冒着脸 但是有很多人说的 但是他好像有複雅一些 背景複雅 我的背景很简单 都有人作出来 作到那裡 那不是很多人敢这样作的 就是 够胆这样作的 因为越来越后就知道了 其实我的判断是准确的意思 在我来说 走是吃虧一个不走的 那我就不走 就是这么简单 在其他人来说 首先呢 他们的计算是对的 但是是不是最终对呢 那我们不妨呢 现在就逐个 不要就逐个啦 逐批 一批批地看 究竟 走是不是想算 就是对他们来说 那当然呢 我们的标准 也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标准 你是不是最终能够 回来 如果是 你只是撤退 最终你心就这么想 最终你心就这么想 那就没什么所谓走的 还是留的 正确的 完全没有的 是吧 留下你是送头的 所谓 是不是呢 眼光光他一定抓你的时候 你先走 比如像羅冠聪 这些是key person来的嘛 就是在个运动里面 已经抓了三十多人 四十七人 你知道那些 全部都已经是走不了了 代表香港人的人 现在就 因为在坐牢 有少量走到海外 可以发挥 還有一批学生 学生你走 我赞成年轻的走 就是学生你走不了 雖然呢 你见吴义开希有黄丹 这些先例就 very bad 不太好了 不要说very bad 不太好了 始终是 人家的 指派代表 明远都是 適当时候的 神主派 捧出来 这些代表 北京的学生运动 还是那几个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作为 能不能出来做神主派 最近 很多时候去 去台湾 又可以拿出来 摆下 那些这样 算不算是成功呢 既然见智 我觉得 相信他们的原意都不是这样 不过 一会儿就变成了这样 所以 不算是成功的一个撤退 就是他们这样 当然他们不走 不走 不走就继续天安门保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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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另一种 抗争形式 我觉得 还是有用的 留下的人 你旺洋 就是悲壮了 当然 简单的 头脑的人 就觉得他们愚蠢 但是他们是选择的 是 留了波 那些 不走就不走 那在历史上 他的位置 名位 不错 留了波 留下那些 那些 留下走了 但是也没有人说 不错 他走得 是去到那个时刻 他走就对了 那这个本身就符合 三十六计的 走或者留 那我再看一下其他香港的 香港的 我分几群 一中KOL 不好意思 又讲人八卦了 短短的 今集 这样讲一讲就很容易讲了 有些人我觉得他是 看定的 走 那你开头 如果战略上 我战略退却 然后我是准备看定就回来的 那这个他是符合三十六计 但是呢 可能计错的 比如 曹家超 陶杰 鲁 鲍韦 沈督 甚至是李慧玲 那些都走了 就是他们走是 有些压力的 但是不到 不到有危险的 我认为 客观上 除非他们有其他事 他们知道 我不知道 一般表现看 这个level的 出位些 老共很不喜欢 我就不喜欢了 但是 不要 我死在这儿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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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那有你了 都很害怕 就留你了 那 如果不是他们都在这儿 那我可能就没有 我没有那麽自由 我可能没有那麽自由 好了 但是近来 你知道出现了 就是这个礼拜 突然间 文匯 當然你可以当是 有些爱港的团体 那些小团体 搞搞阵 那 那跟着 文匯大公的报道 它是报道 新聞 它不是出评论 批斗这些人 但是当时是增加了一个阴影 会不会是 喂 你回来有事的 那 要有事是很容易的 一定可以做到有事的效果 那这个大家不用怀疑 就是明天的拉罗 它一定可以堆砌到理由 那大家都不需要怀疑 这件事情 只是你猜它 会不会 以及 会又怎样 不会又怎样 那 可以猜错的 可以猜错的 猜错就 不能说了 但是你说三十六计里面来说 你都可以行错的 用着 这一计用不到的 那它可能走的时候是常计 但是结果呢 整整整整 越来越多人说 很多的跡象好像不 可能真的不回来 弄假成真就是这些 本来想着 比如陶杰说了的 疫情完了 那这样 如果突然说 喂 你商台那里有问题 回来 回来你都是做YouTube的 那可能它又不要了 我这裡 英式文化 吃些东西 英式奶茶早餐 就说 对我 不知道是不是 鬼知 我一定不对 我去到外国 我都是找唐人餐馆 吃广东菜 我比较怪 除了吃奶茶 咖啡这些 习惯了英式之外 其他大多数食品我都仍然喜欢 廣东 不知道他们 但是 你看到他们一开始 其实他们似乎是留有一手的 就是留有回来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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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曹家痴的 那些 你看到的 可能他都是 当时有些压力的 有些害怕的 就走了 但是他准备回来的 那 那 这里有一群的东西 但是有一些 就是 都是不常的 比如 鍾建华博士 鍾博士 他说明是会回来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走是 形势觉得危险的 那 还未知 是吧 还未知 因为没有官方说要通緝你 表态什么 通緝那些就麻烦些 那些就不预议回来的 但是那些就要预议等到 取消国安法、煲底相见 那些时刻 包括罗冠聪等人 那些学生领袖 什麼薯輝 中大那个 就是一堆年青那堆 就是 郭文思潮那堆 那堆 那些年青 那些似乎是有心的 那 我们的希望反而就是那堆 那堆 那堆不是KOL 那堆是真的搞过19年 他们回来的希望 其实反而又 客观上讲 除非有大改变的 那是困难的 有一段时间都回不了 但是 他们就符合三十六计 我撤退是为了回来的 我不是逃跑的 是吗 心态上起码应该这样 那也都 有望言 許智峰、劳冠聪 好了 还有袁巴 袁巴也是很稀奇的搞国际线 国际线的人 今天是袁巴 其实他们的定位 他们留在外面 走的目的、定位、目标 都是清楚的 那他们是符合三十六计的 成不成功另外一回事 他们符合三十六计 好了 有些人就 可能是比较死心一些的 例如刘世良 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那这个他 他没有遇到回来的 我认得他 那这个另计呢 那些趁家 又是趁家的老友 萧生和芒果佬 是不是 去了台湾这个位 是 是 这两位呢 我觉得他们是最糟的 真的很遗憾 比如 就是 王毓民呢 因为他一向都推銷 跟共产党死过的 我第一天認識 不要说第一天認識他 上去上台 他就 我还安排了些 大爷子女 在外国的了 我留下跟共产党死过的了 那很多人对他就 宿言起劲 那 包括很多人引述 跟他聊天 也好 哀慈窮哲乃厌 什麽什麽什麽 擺出的姿态是这样的 但结果呢 一次是这样 2014年一次 16年后又做多一次了 2014年 18年后又做多一次 那 就承認了 我一向都觉得他是同一件事 2014年後又做的 爲什麽 20年不會呢 正常都狠的 那我就沒有什麽奇怪的了 蕭山呢?蕭山可能不是的 但是這兩天才看到 原來他有些債務危機 那可能他是遇到回來的 但是又可能因此而 客觀環境改變 不走就變成走了 有多少是這樣 但是他說不是了 很大危險啊 不走不行啊 好過香港啊 香港的命運了一番 那就說就算了 這些 是吧 是吧 桑普不是的 桑普我覺得 因為他是台灣人 所以他只是回台灣 他出處是台灣 所以他是歸家而已 他不是逃跑的 是吧 就是選擇而已 有些走多 一早就走多文 比如鄭教授 鄭月石那些 那些也都 只能夠當他 再做一些大班啊 陳偉業啊 那些都是他們回歸 回歸另一個祖國而已 他們一向就有這個心的了 適當時候 去那裡移民 所以他們只是 客觀環境 主觀意願 都符合的情況之下 你去而已 這些就不是沙落計 跟沙落計沒有關係 那有些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比如林志森 和他的小桂子 是吧 憎憎什麼鬼 就是呢 去了台灣 一個去了英國 那我覺得他們 包括也都還有李慧玲 去了英國 是不是英國啊 不知道啦 李慧玲去了哪兒也不知道 但是問題他們又 就說不如我的群組 去D100 前D100 D100好像有些問題 詳情我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有幾深 和黎智英的關係等等 我也不知道 真是真丁不知 但是問題他們似乎 有一個 Wake Hope 就是 多人回來 但是他們走呢 似乎就 又不符合沙落計 因為他們不是戰略式走的 都是基本上 是要 避巡這樣的形式 是吧 他們自己說 都是這樣的意思 是很不定 香港不走不行了 這樣 那 祝他們好運 我只能夠 他們不符合沙落計 裡面 就是說 是一種戰略退卻 是 是以來更好的時機回來 可能時機形勢大變 他們有空間 這個另計 但是他們本身走的時候 並不是 並不是 沙落計說的走為上計 不是上計 是吧?很明顯 好了還有一批 這批 和 很大程度 就是覺得 香港經濟死定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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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他們繼續 在海外 就繼續 就是每天 就是 憑他們的專業知識 數下香港的種種不行 那我 不知道真是假 是吧? 甚至主觀上我希望 攬炒的 我希望共產黨 比較差的 但是 我的理解 又很簡單的 去到極 去到極短 就是 去到低位 就反彈的了 經濟的東西 老共呢 調整過之後 他又蠢不完 他段段不會回到文革 甚至 沒有開國之前 他怎麼都是 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很多東西建立了 國際關係又不同了 所以我宏觀看 他的經濟經過大調整之後 計劃過 計劃經濟是由頭計劃過 那 雖然有個譜 而且他可能是另一個形態 繼續存在 不一定會 因為十幾億人的生計 本身就不到你 說死就死的 你回去 三隻舖兩錢游 這些我就不信 我不信 不信 但是你說 好似他們說 跟著 Swift 取消了什麼時候 凍結了你的美金 這樣 經濟崩潰了 這樣 然後就變回很窮了 那可能有些主觀過度 我覺得 因為講來講去 講去 都是有些人這樣說 不厭的 等於有人說 共產黨很快就沒有滅亡了 幾十年了 我聽了真是很可憐 明年就滅亡了 還等了幾十年都沒有滅亡了 不客觀看 不是一種突然消失 滅亡了的形態 極少機會出現 我只能說 除非它出現 我們就猜到了 有突然崩潰 極權力 蘇聯都想了 就是黑天鵝 我們講過黑天鵝的現象 但是黑天鵝的現象 例外證明常規 常規就不應該出現的 只是突然間 很意外 依然會出現黑天鵝的現象 那就什麼都可能出現了 所以這個不應該靠 是 也都沒得靠 所以 他們可能講一講一講 到差不多 咦 又有些世藝了 但是他們可能因此而回不了 因為 沒有意思 因為講得太久了 跟著你 面膜沒有空間回來 金融制度有些生機 有些空間 你有經驗 回來可能勾了 來了地 是不是 金融的事情是這樣的 你離開市場 離開市場這麼久 你回來從頭學過 肯都沒所謂 但是你又講過這麼多 有些事情就弄打成真 所以他們一開始的撤退 他是基於對香港的經濟 覺得太差而撤退 所以他是一個選擇 而不是一個 三十六計的走圍狀計 他不是為了要離開保本 保本保命 但是要回來 回來才來 保本保命不回來 就是選擇 我們這樣理解 我不是說他對還是不對 我只說他不符合三十六計 我們講三十六計 他們並不是三十六計 他們就是選擇移居海外 很多是選擇移居海外 移民而已 比如張超豪和洪哥 我很同意他走的 女兒又有些問題 外國的貿易好些 他加拿大應該很有關係 或者移民的 前二哥問 還是怎樣 住了很久 就是他那裡 那個社會比較 令他老 所以他 是對的 但是他不是三十六計 他是一位選擇 他一定要祝福他 這類的 是吧 他也祝福我們繼續 他沒有排斥的 兩者沒有排斥 和其他人又不同 好了 還有很多其他海外華人 包括 通常比較樂意去Patreon 我等 美國 加拿大 澳洲都有 英國都有 那這些就是 出於對香港的一種懷念 一種情懷 還很想知道香港的情況 是吧 因為我說的是很本土的 很本土的 擺明是本土派 是吧 還有我 實質上我是關心日常的事情 下不下雨我都關心的 那這個真的很本土 可能這個是對他們吸引力 如果你只是 他們經常說香港就死了那些 那些 德國人那些 那些心態就不行了 就是他們反而不喜歡聽 可能 我猜的 好 那這些人呢 就 甚至早前那些 走先那些 就是大班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又 那些人又 他們選擇 回歸他曾經移民的地方 鄭教授 宇成卿那些 那這個 這個就不是三十六計的 走為常計 他只不過是 選擇二十萬 跟我們講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沒有關係 那德國人又怎樣呢 我真不知道他是歸入哪裏 他走又不是 歸英嘛 他BNO 當時實踐了 他那些BNO 我真不知道他為何走了 幾年前 避開了 14年之後 但是14年他都沒有角色 除了有時候寫文 發表意見之外 由之始終他們發表意見 全世界都發表到香港意見 只是怪一些 就是 你去到那個國家 如果我們在香港 活在香港 我天天關注陶宛的日常事務 國會 政治 這樣 連個時間都要教了你遷就他 差七個小時 歐洲、北歐 差八個小時 日後睡覺 晚一刻工作 一邊日後 別人那邊日後 這樣的修喚很奇怪 但是 香港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但是他也不應該符合 走為常計 三十六計裏的走為常計 雖然他自己說得很厲害 一早就說拿BNO是最厲害的 最上計 那有幫人就符合他 但是你想一下 你不是一種走 不是一種計 是不是 不是一種 為了回來 所以走的 或者打倒共產黨 打倒這個 不是這樣的目的 你純粹是 香港那麼差 有啊那麼差 英國好啊 我們去吧 去那裡生活就行 可能不是很行的 很多人都 但是我只能夠 我只能夠 有一批人都認識的 去了 曾經 表示很不適應 我反而覺得 善意地提醒 就是 一處鄉村 就是一處環境 適應了就沒事的 我適應了 其實 不過我 我是想回來 這裏 這裏好彎一點 我完全適應一個小鎮 我不喜歡倫敦的 不好意思 如果我去的話 我都是選一個小鎮的 我住過一個小鎮 阿伯拉斯利福特 是拉丁 不是 是威爾旋敏 阿伯拉斯利福特 那是非常開心的一個地方 一個小鎮 和我的石壺區差不多 近著石壺區 人口 但是什麼都會有 高科技的城市 有海灘 有古牙的建築 有博物館 一個鎮 抱歉 好 走為上計 那如果我去讀書 是不是走為上計呢 那如果有個壓力 要我走一走 然後我可以回來 那我就覺得是上計 如果不是走了 我沒有回來 那我就不走了 因為一定不是上計 回不了來就不是上計 主動 那不是走的 我去進修而已 那純粹是離開一會兒而已 這個也不是走 走呢 重複一次 我們符合36計的走為上計 就必須要有計劃 撤退 撤退就是我要回頭 shall return 那就為之上計 而最終你做到的 就上計了 那你做不到呢 做不到就是非戰之罪 有時候 但是精神 那些人呢 國家 這樣呢 想清楚這堆東西呢 那就不用那麼多事情 鬧了 很多事情是無謂的 鬧啊 走不正啊 好不好啊 走不走啊 個個都想著自己 影射出去 是不是 就說人家很敢講啊 這樣講啊 個個人的環境都不同 角度不同 對不對 好 大家就 祝大家都happy 有沒有先 走的很happy 留的很happy 是不是 幾行家我講話 真是越來越 depromatic 好 哇 講到 夠了鐘了 其實沒有所謂夠鐘了 40分鐘 剛剛沒有了 不長 不太短不太長 好 下個星期再見